我一直想买一只金剑城小猫咪 然后我那天刷闲鱼嘛 就找到了一个卖家 加了一个微信 然后他就推荐我来这个店里面买猫 这家店的门头就叫宠物店 在杭州环站北路上 张女士说 11月21号在这里买了一只小猫 3200块钱 又花了近1000块钱 买了猫粮猫龙等 然后第三天开始 他就有点拉肚子 然后这个老板就说 那你去给他拍点药 但是拉肚子还是没有止住 24号开始拉得比较厉害 最严重的4号就是上吐下泻 没有好诊 然后昨天带去做了一个检测 然后发现是猫瘟 猫咪现在已经快不行了 11月30号小猫被确诊为猫瘟 张女士怀疑小猫原本就是带病的 潜伏几天后才发作 我现在就是想让这个老板 也负一定的责任 因为我马回去 在他这个7天治保来 他就有这种就是猫瘟前期的症状 虽然说没有确诊是猫瘟 补偿一半吧 毕竟大家都有责任 张女士要求宠物店退回消费金额的一半 并承担治疗费的一半 记者注意到宠物店门口贴着检桥派出所的温馨提示 此处消费纠纷 警情高发都是并猫并狗引起 购买宠物紧防被骗 欲纠纷及时拨打电话报警 张女士表示 买猫那天她是晚上过来的 没有留意到这个提醒 宠物店进门处写着五月宠物馆 只有一名工作人员在 她拿出买卖协议 张女士一共消费4300块钱 空白处写着一个人名和750的数字 工作人员表示 这个人是闲鱼上的介绍人 成交后店里给了对方750块钱中介费 至于张女士的诉求 还得问老板 张女士微信联系上了宠物店老板 她这只猫已经养了十来天了 她在合同上清清楚楚 我们报一个礼拜 时间都过了 很现实的 她哪怕就是七天的十二点过了 她都不是我们的责任 这就是合同 她拉肚子 她是猫为猫喘风 她换环性很正常 希望多呢 我付现房租 我一半的 我现在本钱还没回来呢 活题宠物买卖协议上盖着杭州五月宠物销售有限公司的章 里面约定 包七天猫温 猫船腹 如有可换 以后不包 店老板的意思是 如果购买七天内拿出猫温证明 还有协商的可能 张女士是第十天拿到报告的 所以店里没有任何责任 张女士报了警 民警赶到后表示会帮忙协商 张女士也把情况反映给了12345热线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 自己的属职 感谢观看